但是藍姐跟Debbie姐的年輕的時候 真的跟很多大咖主持人 是巔峰時代吧 而且那時候大咖真的很大咖 因為她會看那個節目 對 真的 大哥 綜藝大哥 大哥大 對 大大大 你說瓜哥 一哥 鑽石舞台 還有小燕姐 菲哥 小燕姐那時候是頑皮家族 然後菲哥是歡樂100點 但是那時候的 這些大哥主持人們 真的是對於比較諧星類的 可能就會手下比較那麼不留情 講話就會很丟 最記得我 因為我常跟那個小禎的父親 或者是Julie的先生 是不是就是 所以瓜哥跟梵哥 對 沒有 因為畢竟那個年代 越是一個工地秀 還有餐廳秀 對 秀場風華的年代 然後他們其實 因為秀場 有時候都在中南部等等 他們都要跑很遠的地方 那錄影的節目 通常可能早上十點開始 但是問題是他們可能 還沒有睡幾個鐘頭 對 然後所以呢 通常我們最多的時候 一定都是在攝影棚裡面 等待的時間 會比較久一點點 對 就是看看 胡先生還是陳先生 哪一位會寫得到 然後所以呢 我們就常常在那邊等 那等的時候呢 就是你知道 就是 等的會 製作人的脾氣也來了 然後工作人員也開始不耐煩了 然後歌手可能要趕時間 但是呢 問題是 等到兩位大哥一到現場的時候 他們馬上 就是所有的人就 紓然奇蹟 欸 觀眾好 對 然後 但是呢 問題就是 因為他們來到現場 因為那時候都有現場觀眾 那所以呢 就是要馬上開始進入錄影的狀況 那所以他們其實可能根本比較沒有什麼時間去Re太多的東西 所以他們最多的就是 當年他們可能在餐廳秀裡面的那些習慣的對話方式 他們就直接會套在節目裡面 嗯 那我本人是從來沒有接觸過餐廳秀或者工地秀 所以呢 永遠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哦 那你也知道 大哥們他們常常會喜歡要撲梗 有沒有 對 1 2 3 到這個點 哈哈哈哈的那一種 但是我通常就是 1 2 哈哈哈哈 對 TEMPO比人家快兩拍 那所以 其實還滿長的 就是遇見那個瓜哥 鑽石舞台 我跟你講你爸爸這樣啦 我穿 西裝外套 我們鑽石舞台大家所有人站一排嘛 對 我還記得那時候他在訪問少女隊 少女隊徐若瑄他們 然後想說 要怎麼洗澡啊 然後什麼 他們就會用比較 比較曖昧的 你的 然後徐若瑄 你就從下面洗 還是上面洗 然後那時候我就 很無聊的 我就跟他說 喔 瓜哥 你怎麼都問人家這些東西啊 胡先生他也是 從前面累積了很久 已經對我很不滿 他就把我西裝外套 而且是手拿麥克風 是這樣 摔地上 然後把 然後把麥克風脫掉 哇 破壞了 你姿勢差 為什麼 因為他太 生氣起來了 對 他說 那我們就是要問人家洗澡 你這樣如果 我怎麼會問得下去 破壞了啦 一直在破壞 對啊 對啊 這種狀況其實並不是只有一次 在這邊我要對胡志雄先生 感到深深的抱歉 問人家怎麼洗澡 會嚇人 對 只有你可以講 現場結果你可以 你怎麼畫面只剩下我一個人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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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